音樂 整排的車子在停等紅燈 沒想到意外就發生了 這一撞把紅衣的 重機旅行是嚇壞了 他雖然趕緊下車 但看得出來驚魂未定 因為這時 重機的屁股已經卡在 大貨車的前保險桿底下 雙方難分難捨 而駕駛下車也是一臉無奈 大貨車駕駛出了道歉 似乎連事件怎麼發生 也搞不清楚 而這起意外 8後上午約11點 就發生在高雄鳳山的過疲路 跟過永路口 25歲的李姓駕駛 撞上停止的43歲 未姓女騎士 還好當時紅燈撞擊後 駕駛及時剎車 沒有人員傷亡 根據了解 停等線的最前頭 是一輛休旅車 第二輛才是被撞重機 而造勢的大貨車駕駛 疑似沒有看到重機歧視 才會想往前移動 釀成這起車禍 不過這一狀恐怕代價不小 因為這輛日本重機 是這兩年的新車 雖然屬於300cc的入門款 黃牌重機 價格約22萬上下 但這種狀法恐怕已經傷到車價 維修成本至少就要6位數起跳 車價原則上是沒得板子 如果是中後部分包含車價 大概也要破10萬 雖然沒人受傷 加上潛能解決的問題 就不是大問題 但一時疏忽 大貨車往前衝撞 力道猛烈 可不是每次都能這麼幸運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TVBS新聞